大家好,我是Mr.Aman So 今天會跟大家說的是HKDSE 2018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36 請你找什麼訊息,如有需要請你Postor Iman細心閱讀 好,Reference Page 最主力就是要大家看看這裡的就是象限1,2,3,4 以及它所屬的Reference Angle,以及它本身的Angle的關係 這一條我們叫做Tricolometric Equation 題目就是問到底有多少個根,我們先計算 整成為一個Credited Equation的狀態 OK,到底喜不喜歡做Fertilization呢 就是你各下自己決定 按機都可以的,按機都是代數等於1,以及代數等於5over6 或者你這樣說,cosx等於1,我說cosx等於5over6 如果cos代數是等於10負1的話 我們就要靠cos的幅圖 同學,cos幅圖和sin的幅圖 我也希望你記住,這些叫波動圖 由於它只能夠在0度 和小過36度的情況下 如果只是在這一邊,cosx等於1 只是出了一個根 而旁邊那邊就會多一點,因為它是負數 所以應該不是Credited 2,而是Credited 3 就是兩個Root 合起來應該有三個Root 這是最後答案,多謝大家 白頭公女話當年 在2016年的Peper 2第39條 就跟我們現在做的那條是極度相似的 至於2015年那條還要用了一個Identities 2014年那條呢 跟我們那條是極度相似的 但當年的X值就由0到360度 所以最後就有五個根 有什麼問題找我,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支經文人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教到你小小的知識神 夠教到你生命有緣的 我們在樓下市大安教會見,拜拜